ivan 哈囉!我是G channel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üç 12月份 WB-B限量版 哇,真紅 KNb 這次就是雙聲龍王 這次是七色激龍版 是黑色盒 今天到手就馬上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次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兩邊有金色的龍 另外斬鐵也有貼紙 較為最特別的就是 這次的部件有 Omega鐵和AlphaDash 大家記得 Omega鐵之前要在套裝上才有 這次竟然在特別版出現 應該對大家非常有幫助 大家都知道Omega鐵非常好用 另外AlphaDash對新朋友來說 就有點陌生 因為Alpha這個軸心 是很久很久之前 在天照時代出現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看 之前的AlphaDash是怎樣的 包裝十分簡單 就是黑色盒 現在馬上開箱 然後貼上貼紙 和大家一起看看真身 貼完貼紙回來 就是這個樣子 金色的兩邊龍 非常帥 這次的金色偏黃一點 就比較貴氣 整隻就是這樣 拆開每個部件 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就是這三個 然後再拆開這個 先說一下 這個AlphaDash 還有這個金彈弓 剛剛說過 之前在天照上面出現過 讓大家看看 之前的AlphaDash 是怎樣的 總共有四隻 天照曾經有過 AlphaDash 就是這樣 這是普通AlphaDash 不知大家 之前有沒有買到 如果是新朋友 可能對於AlphaDash 有一點陌生 對於AlphaDash 這是第一代的天照 就是這樣 當時很小 很小 接著到 Omega的鐵 這個不陌生 大家經常在比賽上都看到它 之前只有套裝上的普通 沒有電到的 比較簡單 看上去的樣子 這次有一個 黑色的電到 看上去是比較漂亮的 就是這樣 待會再看看 究竟 有電到和沒有電到的重量分別 另外到這個斬 貼了三張貼紙的斬 接著就是這個 龍王的Chip 接著就是另外一個Base 金色兩條龍在這邊 就是這樣 好 扭上去 讓大家感覺一下 它的 Lock有多實 因為配上這個 AlphaDash 好 現在試了 大家留意 我剛才試過 是十分緊的 好實 我沒想過 AlphaDash 配這個 龍王的Chip 是可以實得這麼厲害的 是不是很棒 好開心 好 現在拿個磅 來磅一磅 看看究竟 重量上 會不會跟舊的配件 有不同 最重要是 先磅了 Omega鐵 電到 Omega鐵 會不會重一點呢 好 放出來 22.26 沒有電到 Omega鐵 又怎樣呢 竟然是重一點 竟然是22.36 是比這個 有電到更加重 哇 太神奇了 這幾次開箱 都有這麼特別的驚喜 出現 好 另外 放一放 AlphaDash AlphaDash 5.88 有金彈弓 應該會重一點 好 另外 這一個 不如整隻扭起來 大家 全程體驗一下 究竟這隻 有多重 好 整隻 這隻 雙聲 龍王 激龍版 有多重呢 整隻是55.04 一般般重 你也知道 最近的帝王 很厲害 現在大家看到 55.05 都不會覺得太重了 好 今天和大家開了這隻 WBBA限定版 雙聲龍王 不知道大家覺得 配色上 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 真的挺帥 實物拿上手 還覺得有點黃金 嘩 真是 趁新年的氣氛 OK 今次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有問題在留言 還記得訂閱 訂閱了朋友 記得按鈴鈴 就可以隨時收到影片的更新 12月 這份 仍然還有新陀螺 出 接下來 還有兩款陀螺 抽包 就是和大家介紹的 希望在聖誕節的時候 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好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說 拜拜 WBBA限定版的龍 非常之激 呀 下條影片 up